将于2022年登场的国家两厅院第14届TIFA台湾国际艺术节 邀请国内外领尖艺术团队带来18档节目377场演出 其中10档国内精彩节目包括唐美云歌仔戏团 云门舞集等都将带来全新创作的精彩演出 并以虚实共生的形态面对疫情挑战 我们现在在设计节目的时候 通常都会一切都是虚实并进 所谓的虚实并进倒不是只是把演出变成是数位的展演而已 而是找到一种新的呈现的方式 比如说过往我们很习惯的线上展演 就是把现场的演出拍了放在网路上 可是现在事实上是很多的艺术家在做的都是 线下的演出跟线上其实是相互呼应的 那观众在欣赏节目的时候 它的方式也就开始会变得不一样 在疫情两年的催化下 除了开启数位转型的契机 也启发艺术家们不同以往的创作想法 试图与观众产生更多的交流 传递艺术最动人的能量 这个议题能不能够更反映社会上的某一种现况 或者是说它能不能够让新的观众 跟这样子的故事更有连结或感应 我想这个应该是疫情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推翻了我们过往 以为表演艺术应该就是要长这个样子 可是现在的艺术家们 尤其是这种不甘于被疫情打败的艺术家们 他们在思考整个团体的影运跟未来 跟未来的观众在哪里 跟未来的舞台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 大概都可以在他们的取材 或在他们的作品里面看到一些未来的方向 TIFA台湾国际艺术节 将于2022年2月17号到5月18号 与国家两厅院台湾戏曲中心与线上平台登场 透过艺术的力量在疫情中一同开创崭新局面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道